你觉得一个男生30岁在深圳需要有多少存款呢 几百万吗 两百万 一两百万吗 五十 总 蛤 要求太高 对吧 我觉得几十万吗 三十万 呃 大概 五十万这样子 我不知道 如果说能在深圳扎分下来 那大几十万应该还是有吗 百万 这两天听到一句话就是 深圳路上碰到的人很多都是千万富翁 哦 那如果说一个男生想要在深圳结婚 你觉得大概需要有多少积蓄 两百万 因为房子肯定是家里面提供的 然后车子应该也是丈母娘会提供 两百万就是自己玩的钱 这我就没有什么概念 首先应该是要有房子吧 然后还有一些汽车之类的 也差不多这个五十万这样子吧 三三十吧 应该不会单身再结婚 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